嗨 大家好 我是妈咪 上一集影片我教大家做金干干露煮 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做应用料理 画面中看到我有甜椒 还有用盐曲腌了一碗的鸡胸肉 用了生抽酱油 海盐跟黑胡椒腌的鸡腿 以及洋葱 蘑菇 南瓜 大家已经看到我想要做什么咯 就是烤跟鸡内烤蔬菜 都可以应用这一个金干干露煮 首先看到我把烤盘拿出来 然后放进了洋葱 蘑菇 再放切好的甜椒 这几样东西一起烤啊 它的味道都会非常的棒 还有南瓜 画面中看到这是鱼衣甘蓝 鱼衣甘蓝呢 其实我比较喜欢它拿来打金地汤绿拿铁 或者是生吃 偶尔要这样子烤一下也是可以的 烤蔬菜的时候记得橄榄油不要手软 因为需要油当戒指 去让你的蔬菜呢 会好吃 看到我把金干干露煮的汤汁 还有我们做的一些金干 跟新鲜的金干干露煮 我都一起放进来 等一下会放进去烤箱里面烤 我加了海盐 还有黑胡椒 还有意大利香料 这几样东西是我在烤蔬菜的时候 还蛮常会加的 其实就很简单的调味料 主要是我想要吃到蔬菜各种不同营养的植化素 跟各种的蔬菜 烤东西的时候啊 很多人会问 那老师我是要同时进吗 还是要分批进 像我的做法是 我会同时进 但是会分批出来 哪一个东西会先熟 哪一个食材就会先出来 这次烤根筋类它需要的时间会比较久 但是像鱼衣干染我不想让它烤太久 我可能稍微静一下 我就会把鱼衣干染拿出来 那画面中看到鸡胸肉先熟 所以我就先把鸡胸肉拿出来 你看到这个用盐渠腌了一碗的鸡胸肉啊 它烤起来的时候非常好吃 看画面就知道 它不会柴 也不会觉得干 吃起来的时候 那个鸡胸肉的口感是非常软嫩的 我个人很喜欢 你看哦 我鸡胸肉烤完之后 我就放东北角小卷进来 因为鸡腿烤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这当中你就不断的去变换了你的食材 然后同一个烤箱这样子不停的运作 出炉之后我们要来做的就是组合 我常教大家的就是 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弄好之后 就是摆盘组合上菜 金干干露煮的应用非常好用 大家都试试看哦 好啰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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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